所以剛剛的公式,基本上我們就是用了三個函數 那這三個函數的話,在雲端白板這邊也有 所以第一個,第一段是先這個,先零禮區 那我建議各位練習的時候,可以直接把它在有零的地方先練習 所以我是找這個,找區七的那個儲存格練習 因為如果你用別的儲存格也可以 只是說你別的儲存格,fine直接就是儲存錯誤啦 那這樣你會反而比較麻煩 反正先有,然後再去先fine 所以這個第一個的話,一定是先什麼? 先fine,有沒有?fine什麼呢? 是,畫面沒清喔,OK 所以一定是先fine0,然後再哪個儲存格 所以喔,我們這個地方的話,第一步喔,這個 這個公式真的太長了 然後找這個,應該是去哪邊找呢?找這個 OK 有沒有,在第10,當然你前面第一個一定是錯嘛,因為上面沒有 所以喔,找不到的話,所以關鍵地方找不到的話 那就把公式剪下來 再插入ifl 所以ifl是如果找不到的話,你要做什麼處理 所以找不到的話呢,那就幫我找什麼呢?找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就是直接再把它改一個理 這樣子就找到了,OK 然後再來的話,如果再找不到的話呢,所以再剪下來 再放一個什麼呢?ifl 如果再找不到0,也找不到理 那就幫我再去找什麼呢? 再去找區 所以呢,你一樣把這個fine把它複製貼過來 當然你要重打也OK啦,只是只要把它打錯就好了 再去找區 OK,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應該是就完成了 OK,你想說 老師,那未來如果還有第四個條件,一樣嘛 反正你再負再貼 第五個呢,再負再貼嘛 反正你要幾個條件,沒關係,應該是辦得到的 所以理論上這一招,我是覺得 還蠻好用的,只是你要掌握那個訣竅啦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說 把0里區改成路階道 因為其實公式一樣嘛 所以喔 再來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然後再來什麼 然後再來什麼 再用密的 切割 在這個切割裡面呢 先找這個字加1 因為一定是下一個字 再去找到第一個字呢 就在貼的時候呢 把這個 0里區 改成路階道 也就是所謂的後面那個字 後面那個字可能是路 可能是階 可能是道 OK,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找到後面那個字的位置了 然後呢,就把它減掉 0里區的位置 不用再減1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前面是因為有前刮斧嘛 那前刮斧是不要的啦 OK,還有後刮斧 所以會多一個字 這個地方沒有多個字 所以不用再減1了 然後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就OK了 那理論上應該就 不過我看一下 好像基本上應該就 正確了 底下會有錯誤的 好像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錯誤 為什麼 他這個地址是有問題的啦 像什麼 光復里7號 這個地址本身就有問題 那這個就 不是我們的問題 蛤 沒有入民 光復里7號 所以這個就個案處理啦 所以這個我們就 我在想 在外縣市可能會有這種地址 但是台北市不應該有這種地址 沒有這種光復里7號這種東西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那個警員 他在輸入的時候物質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他們要更新的 可能性比較大 還有這個是什麼 捷運站 這個也 可能要把捷運站地址查出來 不然的話 這個也不 這個是本身應該是資料本身的錯誤啦 這個可能還是 要不然就是把它視為無效資料 不然 這個 因為 我們是主要是住宅 那你說 捷運站怎麼會算是住宅呢 你怎麼把它列在這裡面 這有點怪怪的 OK所以這是不是說 應該要再把它剔除 好 那我們不管了 反正大概基本上 就做出來之後 再一樣插入 樞紐分析表 所以做的事情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出現 入階道 沒有對不對 重新整理一下 入階道出來 再把入階道拉下來 入階道拉到這邊來 統計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資料就出現了 但有一些錯誤啦 不過這個先不管 那一樣 我們主要是要知道 哪一些的 入階道 它的那個什麼 切斷按鍵最高 所以我基本上第一個排序 資料裡面有一個排序 Z到A 幫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 切斷按鍵出現機 的次數最多的 幫我 排序一下 好 那出現了 馬上出現 中山北路 切斷按鍵最多 OK 然後呢 第二件事情 可能如果說 老師我不要 這麼多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路 它總共 Ctrl向下 到 這麼多筆 519筆 這太 減3啦 OK 那 這麼多 我不需要這麼多 而且有些其實 只有一筆 根本不需要顯示出來 那假如說我有另外一個需求 我只要幫我列出前10項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其實我只要知道說 那個切斷按鍵發生機率最高的那 10條道路就可以了 是哪10條道路 幫我排名一下 OK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其他不要嘛 那如果要 跟不要 如果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跟剛剛那個什麼 102 103 一樣的道理 就是篩選 你可以怎麼樣做呢 之前是打勾不要 那你想說 老師是不是 那我就是 把全選打勾 取消掉 然後再慢慢把我要的打勾 可是它好像不按照順序 所以你也沒辦法打勾 所以第一個 不對 第二個 你要怎麼做 其實這邊有所謂的直篩選 有沒有看到 當你按 游標放在直篩選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前10項 前10項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排序完之後 如果你只要留下前10名的話 不過突然就有同意說 老師可是有的時候我只要5名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這個前10名它只是讓你大概知道說前幾個的意思 你可以點一下 那這邊就出現10 你可以比如你要5個的話你就把它改成5 比較好 OK 所以這個是可以改的啦 不是說固定的啦 那如果你要10個你就10個 比如我要10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留下就是 中孝動物 第1名 第2名是 中山北 應該也不意外 那邊 林生 林生也有 所以林生北跟中山北 還有 新生北反而 沒出現 中孝中 這個因為都很長 內湖 螺絲浮 這個都很長的路 OK 所以這些都是 蠻長的路 像中 中華路也在這旁邊而已 OK 所以 大概也不意外啦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 用 圖像畫的形式 呈現的話 那最簡單當然我們用什麼 用個 這個直條圖 把它繪製出來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就是什麼 路階道裡面 到底哪一些 路 它的切到案件最多 上面也許你可以再給它一個 比如說 這個什麼 前 切到案件前十大的那個 路階道 這個 這個什麼 統計圖 OK 就把標題改一下 這樣其實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地方把它改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把第三個圖表給做出來 好嗎 好嗎